这是韩国苏华界最屈辱的一战 中国短刀苏华主教练李衍突然高举右手提出申诉 气得韩国主教练当堂垂桌子朝裁判员怒吼 2010年温哥化冬奥会短刀苏华女子三千米歇利赛上 韩国队帅心冲险成为该项目冠军 韩国教练在此刻振臂高呼 选手们也高举过去绕场庆祝 就在所有人以为输赢早已成定局时 中国队员们却迟迟不愿离场 一阵阵看比赛回放的裁判也在此刻突然脸色凝重 随后走到韩国教练面前下达同志 你们在比赛途中有犯规动作 成绩清零 金牌收回 这波操作吓得韩国教练频繁摇头 还试图用手比划的方式告诉对方并没有犯规 演进裁判不知解释这套 随后又气急败坏地用拳头猛吹桌子 就好像在威胁裁判赶紧把犯规记录划掉 比赛中途 不敢在王蒙周扬面前耍心机的韩国拳手 将脏手伸向实力收战下风的孙琳琳 紧急就在弯道超越时推了对方一下 这波操作打乱了孙琳琳节奏 也抢走了本不属于他们的冠军 本以为能抱得心排挥 哪成想中国队根本不是软柿子 最后更是被判处犯规成绩清顶的惩罚 这是韩国速化界最屈辱的一战 因为中国打破了韩国武林冠的梦 也结束了韩国对于短道速化长达16年的统治 他们是中国速化队史上最强CP 周扬一个眼神 就能让嘴碎到黄锦香插不上话的王蒙瞬间闭嘴 周扬 一个被王蒙亲口承认过的绯闻女友 作为盖国章的政工 王蒙和美女开场直播 都会再三立正自己指定不变心 王蒙日常海洋量究竟有多高 直播期间会向广大网友吐槽周扬不爱干净 就算拖鞋踩口屎上都不会如洞解 受不了的王蒙只能憋着起床气擦地 外加刷干净摆地上的所有拖鞋 没等收拾完 周扬接下来一句话让王蒙瞬间崩溃 我把拖鞋放在柜里了 当被网友再三八卦蒙住本人现在有没有对象时 王蒙一句话人渣全场 蒙羊的撒糖专场这不就来了吗 王蒙家有对象吗 没有 老周我有这段评论 又开始做过一个吗 老周你啥时候有男朋友 我这不有了吗 屏幕左边最大的那个 以至于总有人说 铁打的王蒙 打铁的周扬 因为刺头王蒙是铁神 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周扬不跟自己说话 李衍教练曾在节目上爆料 每次周扬一不吱声 王蒙就会没脾气地跟后面一并并问周扬 你咋的了 你到底咋的了 这两人的感情深到王蒙愿意替周扬磨冰刀 对于短刀苏滑运动员来说 冰刀磨出来的质量决定成绩好坏 到手的数百次冠军 也间接说明王蒙技术确实不错 闲着没事时候 他还会帮李建柔磨过冰刀 以至于总有网友权周扬多注意点 别让李建柔把王蒙抢走了 对此周扬一脸无所谓 还给王蒙磨冰刀打了个8分的良好成绩 他说没给满分 主要是因为对方磨刀时候嘴太脆 本想反驳的王蒙顿时闭嘴 因为现实还真就是这么回事 他是奥运史上最霸气侧露的运动员蒙欣 从不被外媒看好到赛场上的一一敌击 周扬平绝对是李寨的金牌 自短刀塑化女子1500米项目被列为奥运会正式比赛后 各界金银榜均被韩国女队包揽 但这种叫嚣从此停格在2010年 这年温哥华冬奥会1500米短刀塑化赛上 中央遭遇了韩美两国运动员集体追杀 从被团队围剿到一而再再而三的遭受撞击 在距离比赛结束还有四圈时 所有人都在为争夺金牌用尽埋太招 唯有一心保命的周扬平速度夺得第一宝座 在所有人望洋星探下 以一敌七的比赛结果向全世界证明 中国女子苏华队就是这么猛 这场逆袭是周扬埋头苦练两年的结果 在参加2008年世界杯女子1500米决赛时 有能力拿第一的周扬 被韩国选手郑恩珠单手按投并推出赛道 就好像他的出战目的就是要废掉周扬这名大将 虽然裁判取消了郑恩珠比赛成绩 但他这一自杀式犯规 直接让周扬无缘本场冠军 还因撞到广告牌导致颈椎错位住进医院 为避免这一问题 周扬强逼自己越划越快 就像王萌说的那样 一定要快到不能让对手有碰子的机会 两年后 周扬以抗韩战士身份 再和韩国对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用实力打破韩国队围剿 你喜欢王萌绯闻女友周扬吗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评论区见